回到前期晚報新聞現場 帶觀眾朋友來聚焦道德 是社會消息 宜蘭童萬節在今年首次邀請 來自非洲普隆的地區舞團演出 但竟然有兩名的團員 託團不願意回國 但其實他們還有個 前團員是更離譜了 已經置留臺灣七年的時間 連真實身份已經都不可考 在二零一六年是假冒南非人 持假護照來臺 從此就不回去 發起黑工尾聲 只要前年發生車禍 才被抓到預期拘留 這名身高近180 穿紅條紋上衣的有黑男子 非法拘留臺灣七年 但直到現在他到底叫什麼名字 連法院都搞不清楚 他在判決書上 沒有姓名代號A男 並註明年級和國籍都不詳 他自稱奈吉利亞人 先冒用南非公民身份取名Patrick 持假護照到伊斯坦堡 待了九個月 再向我國土耳其代表处 申請簽證獲准 在2016年11月入境臺灣 來臺旅遊參觀金屬展 但展期結束他沒走 留著打黑工 直到2022年6月 在桃園出車禍 台北警方抓到非法拘留 送進收容所準備遣返 遭未造文書起訴後 一審期間仍在凹 既然稱是受邀來臺的南非人 護照資料是真的 應該是南非政府搞錯 不過法官透過外交管道查證 確定查無此人 判刑五個月驱逐出境 上訴後他求情 在臺灣努力工作 沒故意犯罪 也沒有造成社會安全的疑慮 希望留下來 法院還是打臉 因為他躲了七年多身份成迷 又不講打黑工的地點跟老闆 可見守法意願低落 二審仍判驱逐出境 如果該外國人 唯在臺灣合法拘留 並有家庭小孩 則法官審酬犯罪情狀 以及是否有寄居 對社會危害之餘 通常不會驱逐出境 但是本案被告一開始 就是非法入境 且非法入境時間較久 又無法查明身份 因此求情無效 A男孩主張罹患B型肝炎 奈吉利亞醫療條件落後 趕他回去是等死 雖然他因為這樣愛臺灣 但司法判決 他有害臺灣 記者綜合報導